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爷 夫人 秦将军来了 天天在巢上还见不够 还跑到家里来了 不行 我得多短 你给我站住 你个老东西啊 你看着我想跑啊 来来来 坐坐坐下 老秦 你也快坐 我跑了吧 我没有啊 谁 谁是老东西 你才是老东西 你们全家都是老东西 你个老东西啊 明知我家秦郎已经回到了京城 我一直想找你商议一个 拜见你的日子 你倒好 这两天上朝 你总是躲着我 我没有啊 我 我这两天在朝堂上 我 我 别我 我 我的啊 下了朝怎么看不见人了呢 我说初阳啊 这婚约已经缔结 咱们两家毫无动静 这皇上问起来可怎么办哪 老秦 冉冉这三年都在外 这才刚刚回家 我们哪 是想让她在家多住些时日 住 必须得住 我要是有小冉冉这么个宝贝女儿啊 我就想让她在家里 住一辈子 那她怎么想要继续 要神明 干什么没 就是 我是尊严犯的 给我 咱们可以不关 这可关系到孩子的终身哪 可不能因为一时的舍不得 耽误了大事啊 当然了 这事呢 也急不得 我现在觉得呀 咱们有一事可做 你这个肚子里没什么好水 你怎么不存在 和事 咱们可以让孩子们见见面 聊聊嘛 做得自然点 双方的父母引荐 也太老套了 孩子们也紧张 明天哪 我要秦朗过来 拜见这个老东西 你哪 只需要偷偷地安排一下就行 你这 这 你这什么馊主意啊 偷偷摸摸的 我不干 我认为 可以一事 请问您是 将军府秦朗 前来拜见丞相大人 秦 秦二公子 小的有眼不识泰山 望秦公子恕罪 您快请进 小的这就去通报 老爷 秦二公子求见 来了来了 人在哪儿啊 现在正厅喝茶 小姐在哪儿 正如您的吩咐 小姐在左小院 天香阁吃点心 你把秦公子带过去 你把秦公子带过去 就叫他在那儿等老爷 记住了 进去不要敲门 把人送到就出来 知道了吗 知道了 小的先下去了 嗯 楚洋 你这么把女儿就给嫁了 我不高兴 你不高兴也得给我老实待着 不许倒了 请 我们家老爷在书房处理一些事物 特地吩咐小的伺候您吃一些茶点 老爷一会儿就过来 客气了 等一下 这个是否是府上小姐的 没错 这是我们家表小姐的 您看 这是表小姐的名讳 是她亲自绣上去的 表小姐 秦公子有所不知 我们家表小姐归名唤良天 是我家老爷过去妹妹的遗孤 从小就被我家老爷接到府上 与我家小姐一起长大 秦公子请在那边停台等候 嗯 娘亲怎么还不来啊 六哥做的点心 为什么就吃不腻呢 每次他都不重样 你说我能接掉吗 真可恶 上次 居然还被卡在狗洞里了 太丢人了 走 好些了吗 不是 你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姑娘误会了 是家父派我来府上 拜见苏大人的 那你怎么来这儿啊 你应该去书房啊 这是府上家丁带我来的 肯定有事爹娘搞得贵 对了 梁姑娘 这个手帕应该是你的 表姐拉在我这的手帕 上次原本想把手帕还给姑娘 奈何梁姑娘匆匆离开 梁天这个名字 真的是与众不同 秦公子 谢谢你还我手帕 这些点心你随便吃 我有事 我先走了啊 三公子 表妹 你去哪儿 我陪你去吧 不用了 表哥 我只是去书房逛逛 走吧 驾 誠一子 你们听说多说 你们都是我 在下诗里 如若惊到了表小姐 还请见谅 快想起来 可是楼家堡 少堡主 正是 苏文丞相府表小姐冰雪聪明 果然是名不虚传啊 不知楼少主找小女何事 在下前几日曾去丞相府登门拜访 我前去的目的 想必表小姐应该是清楚的 是 苏文表小姐博览群书 没想到对草木类的书籍也有研究 只是随便看看 楼少主 您同我们追查的草木经已经找到了 历时两年有余 实属不一 草木经 表小姐也知道这本书 草木经已流传百年 是世间仅有地记载了天下奇珍异草的珍贵宝书 多年前早已失传 房间只把此书当成一个传奇 谁曾想竟然真的能找到 找到这本书确实不容易 费了很多的功夫 不过也是值得的 不知道表小姐 有没有兴趣跟在下一同月来 楼少主若不介意 小女想易读草木经的风采 不过来 表小姐在找什么 曾军纲 下面的第三本便是 找过了 未见灵芝科 灵芝科在我手上 等我看过酒瓣灵芝这一张 便借于表小姐阅读 酒瓣灵芝 宋女师傅说了 只要有月亮花种和酒瓣灵芝 就可以遗含我的病 少宝主对酒瓣灵芝有兴趣 家父在世的时候 喜欢收集奇术益草 对医药食补也颇有研究 相传 千年能长成王口大小的酒瓣灵芝 乃万药之王 能够真正地芳香开窍 起死回生 是不可多得的万事真奇啊 酒瓣灵芝多藏于高寒恶劣地带 护险郡原始森林 悬崖峭壁 人际罕至之地 特灵芝周围伴有猛兽毒虫 磊沙瘴气 万分惊险难得 自古以来诸多王公贵族 均享得而不能 据说这灵芝粉 普通人服下可以返老还童 而习武之人喝下 武功可以精进数倍 这灵芝粉还能解外事的奇毒 真是不可多得的仙草 楼少主当真相信这个世上 有酒瓣灵芝 在下不止相信 而且一定可以得到 有酒瓣灵芝粉 有酒瓣灵芝粉 做了 无酒瓣灵芝粉 用手水精进数塑造 缓钵芝粉 有酒瓣灵芝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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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去看看 秦朗见过大人 夫人 不必决理 快坐下 苏府没那么多规矩 谢大人 夫人 这个人 我算是 刚才一直在忙 倒是让闲持久等了 大人言重了 听你父亲说 最近杀人案件有了新的进展 说来听听 是 京城这两起案件 受害人皆为年轻少女 且身体健康 品貌端正 案发时间都是在深夜之时 且都是独自一人 并未有目击证人 但是这两位受害人 皆被吸干了全身的鲜血 秦朗原本想张贴告示 警示出刑女子小心 但是又怕这样一来 会弄得人心惶惶 且容易打草惊蛇 所以特意来请示大人 的确如此 这两起案件 都是在最近发生的事情 且手段独特 秦朗认为 凶手应该是最近才到了京城 而且 与魔教有关 月灵宫 正是 月灵宫公主以吸血为生 但是这些年却销声匿迹了 秦朗在西域三年 正式追查魔教的去向 只是 一直未有结果 看来这魔教 又出来祸害人了 不停 他也有 不停 帮他 他也有 prze 他也不不抵抢 这魔教又出来祸害人了 真是让人心忧啊 以贤侄的意思是 既然这两起案件 都是最近发生的 秦郎以为 应该先以客栈 流动人群入手 三少爷在这儿站了多久了 少说也有两个时辰了 自从表小姐走后 就站那儿没动过 驾 驾 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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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囊转 料想这位是府上公子吧 今日多有不变 先行告退 日后定会登门拜访 他就是囊转啊 是 表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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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与罗萱见面 说明你已经决定了 我没有可以与她见面 我说了 我们是在书房 偶然碰到她 表妹 从小到大 你都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谎话 你是在指责我骗你吗 从去书房回来 你好像变了一个人 三秒哥 不知道从小一起长大 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原来十几年 比不过几个时辰 原来这么快 你就可以说不认识我了 夜深既得林奇雨 说花时归来去 叫人每日思量 到底与谁吩咐 其乃冤家无定据 约云昭 又还云木 江磊入冤亲 总不成刑部 三表哥 他日即使我嫁做他人父 已依旧会长久怀念我们对迎狮子歌父 高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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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日多亏秦公子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情急之下 任何人都会出手相救的 合作挂齿 秦公子果然有 侠士豪情的戏牌 苏南大恩不言信 以后有用得找我的地方 只管说 苏公子实在是太客气了 苏小姐回去之后可有大碍 苏小姐 这是何意 无碍 无碍 害了风寒 早已痊愈 你们还没有正式见过吧 后来也有庶面之约 已经见过了 表小姐曾经和我交谈过几次 不得不说 宰相府的两位小姐 都是国色天香的家人哪 一位品貌端庄 一位聪明伶俐 秦公子 过奖了 表小姐 她的绅士我听说过一二 虽有不幸 但是能得到丞相大人和夫人 以及几位兄长的关爱 也实属大幸啊 这个秦公子 开口闭口都是表小姐 莫不是她也忠于表姐 前有娄勋 后有秦郎 表姐今年真是红蓝星动啊 我们家表姐的确是亭亭玉丽 慧之兰心 前几天 娄家宝少宝主 还特意上门提亲了 提亲 再加上秦公子和妹妹的婚事 我们苏府可算是双血临门啊 秦公子 怎么了 表小姐 尽早小姐的窗子又开着 你什么时辰过去的 某时 你昨天晚上确定把窗子关好了 自从前几次发现窗子开着 被您说了之后 奴婢一直都很小心 确定昨晚窗子是关着的 奴婢后来还检查过一次 然然怎么样 她醒了吗 小姐还睡着呢 等她醒了之后 你再去房间检查一下 看有没有丢东西 是 可是 真的不用跟老爷和夫人禀告一下吗 不用了 我自有主张 是 你先出去吧 是 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然然 然然 表姐 我刚睡不久 然然 你别睡了 我有话问你 什么事啊 表姐 刚才 你的屋里有其他人吗 其他人 谁啊 好吧好吧 你先睡吧 明天再说 嗯 一回可以说是看错 但是 不可能次次那么凑强 可是 会是谁呢 啊 我这样骗人 会不会不太好啊 不对不对 怎么是我骗他呢 是他自己误会的呀 不管我的事 是 我应该不用内疚吧 可是骗人总归是不对的呀 我该怎么办 小姐 玉风公子来了 九师兄来了 人呢 人呢 我当小师妹已经忘了九师兄了呢 原来还记得九师兄啊 没白疼你 九师兄 小师妹可想死你了 九师兄不来见你的话 是不是以后打算都不见九师兄了呀 怎么可能啊 你是不是知道 我娘亲现在对我管得可言了 连大门都不让我出 要不是你来找我 你都见不着我了 是吗 嗯 难怪啊 我进来的时候 可花了不少心思呢 你不会是要 你别多想啊 我现在哪儿还算能进狗洞啊 那你怎么进来的啊 师妹 坐下来师兄慢慢跟你讲 我呀 一直在门口 就那么等候着呀 等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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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 你五哥出现了 然后啊 我就悄悄跟着他 哔哔哔哔的 就进来了 那我五哥他们 没有为难你啊 我也觉得奇怪呢 你五哥 这次怎么会 让我过来看你呢 嗯 好甜哦 嗯 来 再吃一个 那你也吃一个 好好好 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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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老三 你怎么又来了 关你什么事啊 七哥 七哥 九师兄上次来 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吧 那也不行 不是我说你呀 你们太乙山的人 怎么都这么喜欢缠着我妹妹啊 不是我说你呀 你们太乙山的人 怎么都那么喜欢缠着我妹妹啊 我告诉你 你离我妹妹远点 免得我妹妹被你带坏了 我是小师妹正经八百的师兄 凭什么 凭什么让我离她远一点啊 我这就服了 我从来没见过 像你这么臭不要脸的人 你让她 妹妹 你过来 我 你干吗呀 我今天非要跟你好好理论理论 理论就理论 你给我听清楚了 她是我妹 不是你妹 别老往这儿跑 我是她师兄 她是我师妹 我怎么就不能来看呢 这也了不起啊 看不见 你能把这种大人看 你能把我怎么样 小师兄 你快救救我吧 小师兄 你快救救我吧 只打了一个喷嚏 看来是小师妹在念叨我 我要不要下场去看看她 你醒了 桌上的药喝了吗 嗯 喝了 你看 你的衣服我亲自洗了 所以你不用怕 没有人知道你在我这儿 谢谢 谢什么呀 你呀真是客套 哪像我那个小师妹啊 吃我的喝我的 从来不知道说谢谢 你知道吗 人与人之间 无需说谢谢的 才是真正的亲近之人 你也知道吗 你中午想吃什么 我去做 有青菜 有鱼 有毛豆 还有虾什么的 可是我 从来就没有亲近之人 那你先告诉我你的名字 我来做你的亲近之人 叶青天 走 我们回去 表小姐醒 多谢 驾 驾 三表哥 你这是在责备我欺骗你吗 表妹 从书房回来 你好像就变了一个人 原来你这么快就不认识我了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表妹 停停停 怎么 来来来 坐坐坐 干什么呀 刚才过去的那个 是人吗 没错 就是那个呆子 三哥只有发怒的时候 才这样吧 看来表姐这一句三表哥 对他伤害挺大的 之前他们表哥表妹叫的 连我都起鸡皮疙瘩 现在倒好 表姐说翻脸就翻脸 那也是三哥的错 一根木头 你们能跟木头玩得起来吗 老七啊 看来 你要做的嫁衣 可不止妹妹这一件啊 不不不 我可不敢给表姐做嫁衣 要不然 那个呆子会杀了我的 大人 里边请 大人 您来了 大人 快请 里边坐 不必了 近半个月内 你店是否有 西域打扮的女子入住 西域的打扮 西域打扮 小三 你也想想 好 西域打扮 掌柜的 咱们这儿最近没有这样的客人 是啊 大人 这个 好像还真没有 那多谢了 大人慢走啊 大人慢走啊 包的 面具 面具 看一下 瞧瞧看一看啊 面具 面具看一下 姑娘 看一下面具吧 正面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姑娘 这个地方可不好找啊 有点远 那怎么办 这样吧 要不你先在我这住下 等明儿一早再赶路 这么远啊 是有点远 是有点远 我是担心啊 你要是现在继续赶路的话 恐怕到时候 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你看你人生地不熟的 你一个小姑娘 不安全 不安全哪 那个掌柜的 您还是给我指路吧 您这儿我可住不起 没事 没关系 你一定是初来乍到吧 要不我跟你打个直 打个直 不不不 算了算了 我还是算了吧 我先走了啊 谢谢 姑娘 姑娘 听我说呀 站住 姑娘 帮我们走一趟吧 为什么 我要问为什么 为什么呀 你们放开我 不知道楼公子找九伴灵芝 是想要武功精进 还是想要永保青春 救人 救人 三哥 你真的不知道表姐去哪儿了 不可能啊 你们之前不都是一起出门 一起练琴 一起散步吗 哦 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惹表姐不高兴了 三哥 你不会是做了对不起表姐的事情了吧 哎呀 不对不对 那怎么可能呢 我三哥是什么人我还不知道吗 这种事他做不出来的 难道是表姐做了什么对不起我三哥的事了 哎呀呀呀呀呀呀 不对 也是不可能的呀 好 你表姐答应婚事啊 谁 谁答应婚事了 答应谁婚事了 表姐 傻傻 се 傻瓜 我的小傻瓜 你是谁 你到底是谁 不许忘了 之前守护你的人是她 那以后守护你的人 只能是我